我想這個責任是兩黨都要來負責的 現在面對著人民 確實是大家都非常的沉重 尤其是我們林先生的 他繼續的在進食 我們希望兩黨的委員 好好地來重視這個問題 那現在呢民進黨提的這個議題呢 希望在禮拜五進入排入第一案 到底江院長他講的說 停工不等於停建 好 那停工不等於停建 那麼請問檢測是什麼 安檢是什麼 封存之後又要怎麼樣 人要辦要不要放進去 那麼這些問題 如果都經過程序的話 要開始運轉希望來投票 我希望說公投 那麼公投的時程是什麼時候 我覺得這些什麼叫做斷然處置 這些還有經費的問題 到底你現在經費到底要變了多少 變下去的經費現在要怎麼處理 所以呢 種種很多的問題 人民很多的疑問 我也看了江院長的這個記者會 我實在是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那麼請他呢 在根據行政院執行法第17條 應該是屬於重大事項 這個不是屬於重大事項 那什麼才是重大事項 我們還是要請院長來做個 說個清楚 講明白 對全民做個交代 到底接下來要怎麼做 什麼時間做公投 什麼時間才是停建的時候 或者是停工到底是怎麼解釋 停工不等於是停建 不等於是停建你要說明白講清楚 好 謝謝